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我一天的演唱会就算是收关了 官方它是全程直播了这场演唱会 虽然整体来看副歌的时候 电音还是会有一点点大 阿信可能生压不太稳 然后七七现在也不太足 所以她在唱副歌的时候 她的真声有时候会有一点点 就是混进去听不太清楚 但是她肯定是开麦了 但就不好说是全开还是半开了 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 对不对 分辨一下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 拿五月天之场巴黎演唱会 她演唱的歌曲 跟之前那位up主去鉴定 她假唱的歌曲 做一个对比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了 然后就可以相信一下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上海场和伦敦场 我都尽量去找了音质比较好的饭牌 巴黎的我就直接用官舍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一首歌 就是恋爱ing 这首歌在国内可以说是固定假唱曲目 因为它几乎每一场都没有真唱过 那么在这次巴黎演唱会 它相对于上海场来说 还有其他的场次来说 它都是降了key的 然后副歌的部分就是电音挺大的 但是整体来听的话 差别你还是可以听得明白的 听得出来的 好 好 我们来听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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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girl I'm a girl I'm a girl 你都别着想让我说你的灭 你真的能够更有知的所谓 你真的能够回 只为你掉过的灭 不知的拥有的岁月 不是为你有一天 世界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去信 我一听他的全能够的地位 是世界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自己回一秒的天 和你再感觉 你都别着想还用来生命侧脸 你都别着想起来 和你开个地址开始做怀念 怀念就是全然怀念 不得条件 那唯一从我表现 最终随便在我眼前 我和你游戏和室户 自己终在最终别的生活 你无论路人一起走到 未来的生存 这些就是那个未来的你之间 会不会有一切 世界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一起回一秒的天 也许会有一天 世界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一起回一秒的天 尝尝大火 好 我游戏和室战 我和你一年 一回到你三年 我游戏和室战 水上的辣椒 这有终点 我游戏和室战 这都别着 还有我身体的电 或者你没有 我游战 你生死命运 你毂得 你还你就是 只要 你估计 我会与众共靠近 从此随着在我眼前 某个女友从开始 她的情绪在这场边 说我们如人不论 一直走到未来的世界 是我们在一起睡 回忆回到一切 世界让她的道歹 推回你了我的回忆心的 飘飘的岁月 有时会有一切 世界让她要注定 好的 下一首我们要对比的歌是《盛夏光年》 这首歌我是用的伦敦场和上海场的演唱和巴黎场做比较 这首歌对比起来就更明显了 因为它一开始四句会主唱 在伦敦场和上海场 还有其他的场次 如果这首歌它要假唱的话 就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它之后就会全是假的 大家可以正好跟这个巴黎场对比一下 因为巴黎它是整首都是真唱的 虽然还是那句话就是电音不小 在复歌的时候 但是至少是真的唱了 这首歌是真唱的 我唱到的破坏 我都能够疲乏 在夏季那时是我最爱 要是加水的温 还在哭乱为爱 会分开我迷惯 又问 tới马尝的人我忙不记返 甚至在想看 Vogwhee 还在说 真的去过分家 想 rap me 这首歌otheen 不公主bug 这一首歌最可酬 如果要是我的群若 3 我骄傲的破坏 我就恨的平凡 加下去那些是我最爱 要想下次逃玩 把残酷的未来 过分当当迷惘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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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去拍摄自己 从头未来 我不成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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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 我有无风 我有我爱 就是我要无风 我要我爱 你为什么不停在 也完全不光能爱 也不然一个两小的未来 我有无风 我有我爱 就是我要无风 我要我爱 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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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再 不期会曾和从屈牌 放弃真心 放弄我爱 我不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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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外 不要不放 我要我爱就是 不要不放 我要我爱 因为是在理想 因为是过我的爱 因为你可让小的不太 不要不放 我要我爱就是 不要不放 我要我爱 OK最后呢我们再对比一小段 就是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因为之前这个up主鉴定阿信他伦敦场 只有一小段是假唱 那我们就比这一小段 这首歌首先我们要承认啊 他最后呢那个应该是喊上一五了 但是绝对不可能达到一六 不可能达到一六 我的第一个剧场 默默地扬着思雨 和我心正下 始终没有一切 每个日落和山 只剩在我的心中 黑暗的笑话与莫怀的预方 其实我们的内容 依然不明却充满了风 可我一生的预测发脏 你也就像也不敢飞翔 有什么感觉成了我 一生的预测发脏 我这生的预测发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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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其實我能分給我 你能不能卻承擔了我 你怕了我 余生摘一絲花花 你願抽象也不願 悲傷 你願上願意承擾我 你不願意承擾我 你願意承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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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完了呢 我覺得這完全可以實錘之前是假唱了吧 有假唱了吧 因為同一首歌你就算抛開音準旋律氣息 一切唱功方面的不同 音 聲音質感 差別有天地那麼大 這東西除非就是新冠了 不然怎麼可能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更別說在同一首歌之內 一秒鐘切換這個聲音 從現在的比較苍老的聲音 就一秒鐘切換到十幾年前的少年音 而且大家不要說是 什麼收音設備的不同 這個就根本不止一波 雖然呢整體來看 這次電音呢也開的挺大的 但是絕對沒有像之前 的時候敢開到99%那麼多 我想如果它真的是 每場以上會即使都像這個巴黎廠一樣 然後大家真的都能包容的 就絕對不會說是鬧成現在這個樣子 而直到現在呢 五月天他們看起來是 應該沒有打算為此道歉的意思了 姿態呢也是相當的傲慢 對這件事呢 現在持的應該是一個咬死不松口的態度 他絕不肯 絕不肯承認是做錯的 當然了一溜就更不可能是有問題了 他們現在呢確實是一種放棄規則 我不轉彎 可惜呢嘴硬錯了地方 堅持錯了方向 都是顯得是個懦夫了